差不多在三十年前 我曾经跟朋友聚会 我们就玩了一个小游戏 人生清单 那那个时候 就是每个人写下十样 你这一辈子觉得 有机会一定要去完成的事情 其中一项 那时候我什么乐器 都还没有学 但是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说 如果有一天 我只要能够 跟大家一起参与在其中 埋伸在里面 我觉得就非常满足了 大家好 我是燕秀老师 我旁边的是 台湾第一摇滚女王 金字圈 娃娃姐 她说好 谢谢娃娃姐 这一次参加我们的 台湾长笛嘉年华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荣幸的邀请到娃娃姐来 参与我们的团队的排练 跟所有的演出的内容 娃娃姐真的非常认真 从第一天的开幕式 一直到最后一天 每一天我都看到娃娃姐 参缩在所有的活动现场 很认真的在那里听 甚至有时候还会做起笔记来 非常的认真 我们想要简单的了解一下 娃娃姐的 女儿与背景 女儿与背景啊 Google Google Google得到 金智娟 一名娃娃 她的声音 曾经伴随无数人度过青春岁月 1981年 作为秋秋合唱团的主唱 她凭借一首 就在今夜一夜成名 开创了属于她的摇滚传奇 从激昂的摇滚乐 到深情的抒情歌曲 娃娃以她独特的嗓音 征服了整个华语歌坛 差不多在三十年前 是 我曾经跟朋友聚会 我们就玩了一个小游戏 人生清单 那那个时候 就是每个人写下十样 你这一辈子觉得 有机会一定要去完成的事情 其中一项 那时候我什么乐器都还没有学 是 但是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说 如果有一天 我能够跟五点乐团 一起在台上演出 我不要说我去做独奏或什么 我只要能够跟大家一起 参与在其中 埋身在里面 我觉得就非常满足了 你知道 所以其实很多年前 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愿望 所以那天接到腰院的时候 我觉得说 感谢神 感谢神 听到我们的气球 那真的是 神帮我们签了一条 他是 以音乐来做的连接线 真的 我那天真的是 跟您通完电话 那经理很激动 其实接电话的时候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可是 第二个就开始很惶恐了 你知道 因为我才学唱第一排不到三年 我就想说 那我这个程度 能跟大家一起演奏吗 可是老师就一直都很鼓励 这样子 那他们是有方法的 当然不会说叫你 你什么都还不懂 然后搞不清楚的时候 你就上台 不会这样 所以有循序渐进 有计划 有练习 有各个方面去准备到位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这一次经验 我觉得真的是帮助我了解 很多的方面 其实不光只是演奏 不光只是音乐 还有古典音乐的欣赏 古典音乐的演出 其实跟很多地方 是跟流行音乐 是有蛮大的差别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 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一个学习 一个礼拜时间很短 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次 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 国家音乐厅它在建造的设计的最初的时候 就考虑到音响的问题 它必须要适合可能是歌剧 可能是乐器的演奏 小巨蛋就比较多功能 所以它会需要音响公司去找好音场 去做呈现扩大的设计 可是在国家音乐厅完全真的 就是靠你自己的人声 还有靠你自己的乐器 很细微的表现都会听得出来 所以其实在聆听上面 那个是两个很不同的逻辑 那在演出的时候 你可能在流行音乐的场合的时候 大家会比较要求 即时很当下很随性很自由 尽性的去演出 可是古典音乐会有反 那这个规范并不是要去限制 而是因为它有层层严谨的训练 我在这边我才三年的人 在这边讲太多了 但这就是我的一个初步的体会 所以我就感受到 因为学习这个乐器 开始接触古典音乐 真的我会觉得 好像你重新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就像哥伦布当年发现了美洲一样 你就觉得说好大的一片土地 有很多的东西 很多的宝藏 要去发迹 要去学习 要去体会 要去研究 我们再来明年 台湾长梨江年华 如果有机会 希望娃娃姐 就持续跟我们一起 吹长梨 如果不嫌弃我 可能会有不同的活动内容 那就请大家拭目以待 明年的台湾长梨江年华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娃娃姐 来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音乐不同的想法 谢谢娃娃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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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今夜 我要求求你去 因为你曾经说 你对我不再感情安容 就在今夜 我要说一句话 也许你不相信 可是我 也一起来这句话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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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